不但攻坚全文不断 还有人把学生贴上了报名的标签 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我们带您回到学生占领立法院行动的第一个晚上 也就是19号 当时园警试图冲进立法院的议场 学生用肉身堵住门口 双方差一点就要发生肢体冲突了 但是学生坚持非暴力 所以现场大家一起喊双手举起来 也让原本火爆的场面和平落幕 怎么会是报名呢 远警冲进一场瞬间 学生力挡甚至开始出现拉扯 气氛紧张 在僵持下去恐怕见血 这时候传来一个声音 冲突就像时间冻结般停止 学生更是好心地扶起跌倒的警察 大家动作一致举高双手 呼吁警察冷静化解冲突危机 学生发挥高度自制力 人群组成人强 阻挡警方 第一时间的画面曝光 不少网友看到这和平落幕的瞬间直呼感动 就是这样双手举高的动作 让冲突和情绪回归理性面 其实这样的举手智慧 从场内到场外都适用 化解了一场场可能会发生的几名冲突 强调非暴力 有了这几天的经验 学生们也领悟出一套正确流程 同学退后五步 同学退后五步 或者是同学坐下同学坐下 那都是可以非常口令一致 而且大家也是慢慢移动 那就很有效的去减缓整个现场的混乱 占领立法院尽管得不到马总统回应 但学生们坚持信念 续打持久战 也坚持不让暴力冲突发生 而太阳花